有干扰我问你啊 旅行 不是你有干扰我三代五了 不要说话了 旅行这些这个绿色人数啊 你这说他有干扰 然后将该认证书通过咱们各国的法务部检察厅 所属的公证人呢 做出国际公证之后 再通过我们各国家的外交部 法务部包括领事认证之后啊 在进行推行绿色技术和产品 那么我们根据WTO 这个CHIPS是WTO贸易规定啊 贸易法规定 强制实施绿色法令或国家政策时 将获得最惠国的代理 那么最惠国代理呢 我们以前也都讲过 是在无论是航海通关 各个环节当中啊 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 按照他们国家最低标准 收费 并且有最高位置的这么一种代理 我们叫最惠国代理 那么进入我们这个 最惠国代理的前提 必须是在我们所有的交易平台上的产品 还是项目 还是企业 都必须经过我们国际注资的 什么呀 这个国际标准律顺认证以后才能够运营 所以呢 我们通过复杂的 严谨的 让所有的商品技术 包括服务企业呢 通过这种办法 然后按照国际法的标准 然后经过各个环节的审核 最终呢 由我们国际机构 给它颁发国际标准绿色认证证书 有了这个认证证书以后 它就能够正常的 在我们所有的平台上来进行交易了 那么有了这个认证书以后 我们就会把它的所有的这个商品 都进行了分类 分类之后呢 给它发放我们的绿色代码 这个绿色代码是全世界通用的 也就是说 经过我们验证认证以后的 所有的产品项目还有企业呢 都有一个自己的身份证号一样 那么这个身份证号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 那么我们将把这些代码呢 就会分发到各个国家 那么各个国家呢 见到咱们这个代码之后 运营的这些产品呢 它就会获得这个最惠国的这个代理 那么我们把这个商品 经过验证认证之后 把它分成绿色等级 得到获得这个等级之后呢 您获得的待遇也就不同 最重要的意思是 能保证你产品的质量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先给您所有的人 经过验证认证之后 会进到F7这个档级别 等到第二年呢 我们再进行重新审核之后 您的绿色含量如果这个有多高 根据评分指数 按照这个级别呢 有可以进行晋升 晋升的级别越高 您受到聚会国待遇的优势也就越大 那么当你的资料不合格的时候 我们就从这个级别当中啊 来进行降级 降到F7以后 如果再不合格 我们就会剔除 我们使用我们绿色 这个验证认证的这个权利 这个呢 在我们以前 在讲解的时候啊 已经这个这个说过啊 那么当我们通过了这个级别之后 我们就会颁发相对应的认证证书 这个认证证书啊 就是国际上通用的 那么所以我们这个所有的认证证书啊 用上国语言来给他进行 这个这个做的说明啊 有英文的 韩文的和中文的 上国语言来进行 给大家呢 发放给各个国家 也表示啊 你对我们认可的产品 在各国家也都是开绿灯的 那么所有的产品呢 就会要使用到我们的认证标识 这个标识啊 就是我们这个国际标准 绿色的标识 那么这个标识呢 也可以贴到我们的商品上 包装上 企业上 你的所有的资料里面 都可以使用这个标识 经过我们验证认证以后的 这些项目产品 技术啊 都可以使用 那么使用这个标识以后 世界上就会通用 那么整个世界 见到这个标以后 就认可为 我们国际标准的 绿色产品 绿色企业 绿色服务 还有这个绿色技术 有这么一个代理 这个是代理 那么我们有了这个绿色认证以后 有很多人说 现在市面的比较流行 什么欧盟 欧盟认证啊 这个美国FDA认证啊 等等 他们呢 只是在那个圈子里 进行认可的一个标识 那么我们 通过宪法的形式 把我们验证认证的 所有的各种过程 和验证认证的方法 都在我们 大家看一下 我这里面的这个鼠标 这上半部门 这鼠标这个位置 大家看一下 叫WIPO WIPO是世界知识产权局 来进行这个公证的 那么后面这个PCT 是什么呢 以专利的形式 就是我们这个宪法 它是以专利的形式 在世界知识产权局 进行注册登记的 所以从这点可以看出 我们这个所运营的 和我们验证认证的方法 包括我们今后 国际组织 所有做公务的这些方法 是在资产权局 已经注册登记的 国际上也预认可的 所以这点呢 大家应该有个了解 我们只要按照 我们国际组织 标准化的这种 这个运作方法 来运作的话 是国际上允许的 任何国家也是认可的 所以当我们的验证认证 完成以后 跟我们是其他的 像欧盟什么认证 FDA认证 这种是两个概念 尤其是像咱们国内的 对吧 那个这个认证系统 是两回事 因为我们经过 验证认证之后 在全世界都是开绿灯的 这个是因为 在我们世界知识产权 这个世界知识产权局注册 才获得的这个代理 那么还有这个呢 是EU 大家都知道是欧盟的意思 在IPO 是欧盟资产权管理群 我们在欧盟呢 把这些标识 也都进行了国际注册 那么至少我们的产品 进到所有的欧洲国家 都是合法的 并且也是认可的 所以在我们这个验证认证之后 不是光给你这么一个证书 是后续的一系列的 所有的这些这个运作 都是由我们国际组织参与 包括这个给您制作产品说明书 包括在全世界各地 进行给你宣传 广告 这些呢都是由我们国际组织 来进行这个推广 由我们国际组织的公务员 来进行推广 这样的话 我们认可的产品 在全世界会一炮打响 并且不需要在那个国家 再进行我们什么商品检验 等这些程序了 直接就是免检 所以我们这个验证认证之后 所有的产品 能在我们这个交易平台上 进行流通的话 那么也就是说 在各个国家 也都是必须要接受的 因为他们已经认可了 我们做事业的这个方法 都纳入到我们的宪法里了 那么只要按我们宪法里 规定的去运作的话 那么世界上也都是被认可的 那么刚才前面我们说到 需要各个国家的这个外交部 还有这个法务部 咱们也叫司法部 然后呢 各个领事馆进行盖章 我们所有的验证资料 也得要由他们来这个认可的 那么所以我们叫这个 是这个叫我们进行验证认证的 这一页 就是把我们所有的 经过验证认证之后的资料里 后面的最后一页 都把这些这个工章了 你那个国家的这个外交部 保护部包括我们的领事馆 都要进行盖章认可 只有这样呢 在今后我们的项目也好 技术也好 产品也好 在他们国家流通的时候 才都是在绿灯 通行范围内 范围之内 那么我们这个 IOWG7期货环境 这个世界 期货交易所 包括这里面是期货的吧 也有商品交易所在内 都是一样 我们对外方面呢 它是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 是与期货环境 关联的国际法 全范围担保 刚才咱们说过 两千多个国际法 一百五十个海洋法 包括世界的国际贸易法 都给我们做背书 也就是说是我们 他们认可 我们这个宪法 所以我们 期货环境 世界期货交易所 包括商品交易所呢 都是按照这种方法 认可的商品 才能够在这个平台上 进行流通 所以说由国际法 给我们做担保 然后呢 以国际标准认证的方式 发掘全世界 绿色技术 商品企业服务 让全世界人民呢 强制实践 履行以永久保护 地球宇宙当中的 有机体无机体 的公共利益的国际机构 是IOWGCA 也是我们国际组织的 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所以说通过我们的国际公务员呢 在开发 新的全新的绿色技术 然后通过我们验证人证 证业推广 这是我们目前最主要的一个工作 IOWGCA气候环境 世界气候交易所呢 是通过A到Z 这个A到Z大家都知道 是英文字母啊 第一个字母到最后一个字母 也就是说 只要这个商品有名字 项目有名字 在这个英文字母啊 26个英文字母当中 打投的所有的产品 所有的领域都能够用我们的 验证认证系统来进行 这个这个公证啊 那么这些类别有多少呢 大分类呢 大概有一万个 中分类15万个 小分类150万个 细分类1500万个 细小分类可以达到1亿5000万 也就是说 咱们目前世界上拥有的商品 技术还有这个这个服务 包括企业呢都包括在内 然后呢受益我们国际绿色分类代码 将各类这个代码啊 每个代码不是我们验证认证之后 有它的知识产权吗 我们都给它转换为排放权 因为在我们交易所 只要完成一笔交易 我们呢就会收取 咱们知识产权费用啊 知识产权费用 在这个知识产权费用当中 我们分出来替您把碳排放税啊 给你交上 这样的话 你那个产品就可以直接成为 具有碳排放权的商品 来运作什么呢 绿色基金 那么在这里面产生的 大量的金额 我们把它变为绿色基金 然后 对于那些绿色这个含量非常高的这些技术产品呢 我们进行投资 进行把这个产品扩大化 然后供给全世界的人民 全世界的这个这个所有的人类 那么现在气候交易所 传统的这个气候交易所啊 它会存下大量什么呢 生产六斗商品项目的局限性 大家知道进入到这个气候交易所啊 它是有条件的 必须也是大企业 而且呢销售额 它也有这个规定 你销售额达不到那个规模啊 根本就上不了那个平台 再一个在各往各个国际组织 各个国家去运送的时候 也会出现很多走私的问题 走私的问题 那么我们IOWGCA世界气候交易所 它是为公共利益 根据我们国际组织的 这个IOWGCA的公务结构 全方位的运营管理 就是说每一个环节啊 都是由我们国际组织 进行运营管理 由法人代表来进行管理 它那个领域的运营 那么利用线上线下 外汇的新技术 把我们这个国际绿色的技术 和商品交易所 然后呢 以这个新概念 绿色责任实践为目的 进行运转这个商品 提供交易所 包括刚才前面说的 这个碳排放权交易所 包括我们很多类别了 证券交易所等等等等 所有的交易所啊 都是按照绿色的这个项目 绿色的含量来进行运转的 那么还有呢 实行理事会 实行理事会 运营理事会 各大州的本部 也就是说总部啊 14个总部 下设呢 有7个部 7个处 包括全球资源的总部 还有72大类别的资源机构 来组成 代表全世界国家旅行 就是我们验证认证的这种工作 利用国际绿色技术 保护地球和宇宙当中的什么 有机体有不机体 号召并协同啊 WTO成员国 G20 G77 等全世界国家 地方政府 企业 国民 岛国 包括部落国家 代代相传 进行我们的这个绿色义务 绿色义务 这个呢 是我们期货交易所的 整体的一个机构 运营的机构呢 按照自己的管理范围 对他自己相关的领域 都是由他们分别负责的 这些负责的机构呢 今后运营起来以后 都由这些机构相对应的 部门的来进行管理 这样的话就可以达到全方位 每个环节都不会落下 然后都有我们国际组织 来进行运营管理 这样的话就不会出现 刚才上面所说的 对吧 产品的运营方面的困难 包括什么走私啊 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的 一定是按照我们 国际法的要求 和当地国家的 这个法律要求来进行运营 那么我们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采用国际标准绿色技术商品 实践以谋求绿色增长 那么利用我们这个绿色产业 作为新的增长动力 来保护气候环境 从而发展各国的绿色经济 提高全球人类的生存质量 进而保护地球与宇宙 当中的我们有机体物机体 也就是说包括地球上所有 我们人类已经发现了 包括未发现的所有的物资 为此目的呢 国际组织以国际公益信托法 为一句进行委托和登记 努力使绿色技术产品实践 在世界各国成为国策 就是我们所运营的这些方法 在各个国家也都会使用 会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 同时会有助于各国旅行 与国际绿色技术产品实践 有关的职责实现绿色计划 以及在绿色气候环境相关的 所有领域的国际资格及学位方面 通过国际绿色教育来培养专门人才 这点呢大家都知道 我们在运营过程当中 有那么多的部门 那么我们不光是在我们国内进行工作 到世界各国可能都要进行 去监督管理 包括扶持资源这些方面的工作 那么我们就会在各个领域当中 培养出专门的人才 来对这个各个行业各个领域来进行 专门指导 专门来监督 并且来这个扶持 起到一个这样的作用 通过利用国际绿色基金 支持各国的开发绿色城市和基础设施 现在全世界都在流通的 叫什么智能城市绿色城市 那么我们国际组织 通过我们自己的绿色基金 通过金融运营的方式 来进行推国助澜 对这些绿色项目来进行帮助 加强国家之间 在替货环境方面 履行绿色职责 所需的国际合作 所以各个国家 我们都可以进行设计得到 尤其那些像发展中国家 还有贫穷国家 更加需要这样绿色的项目 绿色的项目 那么我们培养这些人才 当然也在我们传统的各个领域当中寻找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确定的 这是一步 因为这个空间小 我就简单举出这几个例子 什么国际建议师 外交大使 国际律师 包括验证委员 监察委员 包括我们这个国际遗产 有形遗产 无形遗产的建议师 等等等等 这些人员呢 都是由专业的人员 来这个进行担当 这样的话 他本身就有专业 只不过是为国际服务了 对吧 为国际服务 所以我们对各个行业 各个专业人才 都有这样的证书 来证明 他是我们国际组织的公务人员 这一点呢 大家在今后 在做的过程当中 根据您自己了解的领域 都会进行申请 尤其是我们开发国际 公务员的时候 他在哪个领域 我们就可以申请 那个领域的国际公务员 还有呢 针对所有加入世贸组织 这个WTO的国家 同时启动实施法令 第九条 与贸易相关的资产权协定 下的专利法 总统令 这个20729 包括这个是2008年 2月29号上校的 第八条 美国专利法 第103条 然后联合国FCC 第1213号 保护地球和人类的 国际标准绿色技术和产品 使用实践一次呢 全世界一致承诺 间接旅行 同意我们 国际组织的宪法 也就是同意 旅行我们这些 这个做绿色产业的 这个一些项目 对于国际绿色标准 技术和产品 涉及的所有产品 我们IOWC GCA 适用专利条法 106条 之二的第一款 和贸易组织规定的 第31条 在非公共商业性 使用的情况下 例如说 非公共 这个公共 非商业性 也就是说 公益的这种情况下 即使没有权利人 也就是说 即使没有这个 知识产权人 也可以利用 强制征用 来发掘和生产 这个国际标准 绿色技术商品 这什么意思呢 咱们都知道 这个现在咱们国家也好 其他国家有很多的 那个专利产品 专利产品意味着 这个行业当中 就没有这个标准 所以呢 国家没有标准的话 尤其咱们国家 管得特别严 就不会让你生产 在这种情况下 由我们国际组织 把您的技术 进行验证认证之后 也就是说 可以强制征用 也就是说 你的知识产权 我们征用了之后 世界各国 都得予以认可 所以这一点呢 对我们国家 很多专利产品 不能批量生产的 这个问题 这个包括技术 技术不能够使用 这个问题 就可以解决了 其实这是 一个大的问题 对我们生产的产品 通过国家许可 及登陆的程序 进行供应 使其履行义务 国际组织 作为国际机构 可以使用 注册在国际法 联合国特别机构 WIPO上的绿色技术 也就是说 世界资产人居 登记的绿色技术 包括它的 学术论文 注册的绿色技术 进行 知识产权的使用 知识产权的使用 也就是说 我们 国际机构认可了 我们的 认证方法 是世界公认的 所以我们认可了 世界各个国家 都可以进行 这种办法 就是没有通过的 刚才说的 就是没有 就是知识产权的 权利人 我们也可以进行 强制录用 只要达到我们国际绿色的标准的 这些产品技术 商品 企业都可以 那么我们这个国际组织 IOWG是第一个拥有 绿色技术产品实践宪法 的国际组织 是知识产权人 设计者 创始人最高理事会 世界总部准备要从奥地利 这个维也纳 要移至中国 这个基本已经定型 一旦认可的时候 世界总部和我们最高理事会 都在中国 那个时候 这个中国的 这个知名度 包括他认定标准的 这个 这个设定标准 咱们国家也能够参与进来 这个郭议长经常说那么一句话 如果世界总部来到这里 今后可能中国的绿色标准 就会变成国际绿色标准 国际组织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通过气候环境宪法 依据验证认证 以国际标准绿色技术产品 创造绿色增长 旨在绿色产业作为新的增长动力 发展中国经济 通过绿色技术产品 绿色革命 绿色社会的实现 提高现在人类的生活质量 实现国际社会的和平物理 这是我们最终要做到的一点 那么这个呢 大家也都已经知道了 对吧 是我们国际组织的 这个法人代表 我们的朴彦石代表 包括我们总议长 李宇常总议长 包括我们所有的这个 AI的设计者 金城文总议长 他们呢 是我们这个最高理事会的成员 是我们最高执行理事会的成员 他们三个是我们这个机构的 最高机构 最高机构 那么我们大家看一下 那个宪法都已经认可了 但我们宪法当中啊 已经规定了是什么呢 欧洲能源法 它的第一卷第二卷 由我们国际组织 世界绿色气候机构 的宪法当中 它的欧洲能源法 变成一个辅录组 是在我们国际宪法当中的辅录 纳入到辅录里面 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国际组织宪法 包含所有的 欧洲能源法的第一卷第二卷 并且在考试界 这个考试界杂志世界上也都很有名的 是专门提供给那些 这个大学图书馆 所有的大学机构 他们内部流通的这么一个杂志 在这个杂志当中 都已经公布了我们的这个宪法 意味着什么呢 在世界上知名的这些 大学校图书馆里面 都可以查到我们国际组织的内容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不同的那一面 那么刚才那是对外部 我们国际组织的这个气候交易所 所起的作用 那么对内呢 再加入国际组织成员国 和条约法属民国 以及中国金砖成员国 广西东盟各国 亚洲 包括西南亚 这个西亚南亚对吧 欧洲 美洲 大洋洲 非洲联盟等地 在这些全世界各个地方呢 发掘IOWDCA 认证验证的绿色技术和商品 在全世界 IOWDCA IGC 认证领域 这个项目 对象呢 来进行运营 就是说全世界 只要我们验证认证过之后的 达到国际标准的项目 都在我们这个平台上 可以进行运营的 那么我们这个 西互交易所跟传统的有什么不同啊 大家在这里看一下 它改变传统的国际绿色商品交易所中 只为具备资格的少数会员 这里面指着大企业 在一般的中小企业的景色 进行交易的局面 那么在我们这里啊 农产品及中小型企业乃至个人 以宪法明确的 经过我们IOWGCA验证认证后的所有的产品 知识产权 我们作为这个担保 就是在我们知识产权局注册的这个 这个这个公证啊 来作为担保 对所有的技术和商品 发放国际标准电子货币 发放国际标准电子货币 就是刚才我们说到叫WSC WSC就是我们在这个交易平台上 公用的这个谋定物 就是我们说的叫主权探币 这个正好世界专利就已经下来了 大家都知道主权 很多国家呀 它没有主权货币的 国家都没有主权货币的 但是我们作为国际组织 有WSC主权探币 已经都经过了五年了 经过五年的申请 这个就是今年的2月23号 才批下来 证书呢才拿到手 所以今天公布是因为 没有2月23号公布 就是因为这个证书没有拿到手 到时候在后边呢 我会给大家看一点啊 看一下照个照片 然后IOWGCA 因为有了WCS的话 必须得有收益权证书 收益权证书呢 就是你有这个证书了 就可以用WSC这个货币 来进行在这个平台上的进行流通 起了这么一个作用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 IOWGCA IGF 收益证券 收益证券呢 是您在那里面 含有的这个收益 计分之后 我们用证券的形式 给你转换过来 然后你把这个证券呢 来进行流通的话 就可以直接换成这个我们正常使用的货币了 你是哪个国家都把这个收益证券 先把您的那个WSC换从收益证券 然后把收益证券的在我们平台上进行交易之后 才能换成你所需要的国家的货币 在这里面要给大家说的一点 在后面给大家说 那么以这个积分卡 把这个积分卡呢 我们在这里面都已经设定出来了 各个分 就是它的领域不同 它的积分卡都不一样的 然后呢 经过特殊的联合组织 就是我们说FT账号 也是我们叫通过SWIFT的那个流通 在世界通用的那个平台上都可以进行交易的 通过外汇账户利用信用卡 在全世界国家运营气候环境交易所 所相关的所有领域 拓宽这个外汇交易市场 那么也就是说拿着这张卡呀 我们在世界各国都可以进行流通的 什么样的一个卡呢 我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各个大州包括各个国家 我们都可以使用 这个你看 根据它的种类不同 有绿色卡 就在我们的基金平台上 对吧 在这个交易所 无论是商品交易所 还是汽货交易所 都可以用这个币子 就当我们银行卡用 只不过这张卡 是在全世界通用 咱们都知道 中国很多人民币 这个想使用的话 有固定的几个大银行 在那个国家设立分布的时候才能使用 但是我们这张卡呢 是在各个国家 都可以进行这个直接兑换 直接兑换 所以这个卡呢 根据你的商品技术的领域不同 你的卡的颜色也不同 因为你是这个领域 这个这个流通的人员呢 就会有那种颜色的 用颜色来分别 换取我们进行运用的这个叫 使用的这个这个银行卡 银行卡 然后我们对我们这个世界 世界期货交易所把它定义 怎么定义的呢 就是已有这个 已有的传统国内 国内国外的商品交易所 只办理大量生产 及大量流通的这个屏幕 只为大玩家和大型经济人服务的交易所 这一般传统的一般商品都是这样 那么IOW CCA 环境期货交易所和国际绿色商品交易所 是走出以传统的那种商品交易模式 直接能够接收各分类的 各分类别的CCGI 大家都知道都是我们经过验证之后的商品 CCG呢 是我们绿色验证认证之后的这个绿色企业 按照我们规定的大中小细小分类 来有专门的机构进行管理 管理和SPC 大家都知道是我们 在我们的期货交易所 或者商品交易所平台运营的生产者 叫SPCA 如果要是SPCB 是这个销售者 SPCA呢 是我们的个人 也就是说我们下面的小的经销商 都可以在我们这个交易所平台上 进行这个运营的 包括多种农产品领域 生产者保护 也能受到资源 也就是说 在我们这个平台上 不看你的企业有多大 是看你的绿色产品 只要经过我们认可的 所有的大企业 中企业 小企业 微小企业 包括个人在内 都可以在我们这个平台上进行交易 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期货交易所也好 传统的商品交易所 它的交易额非常大 是因为那些大的企业在里面流通 才可以去进入参与 如果我们把大中小企业 这个微企业 包括个人 都会进行在里面操作的话 那营业额就更大了 对吧 所以这个传统的 这个交易所 跟我们国际组织运营的 这个商品交易所是完全两回事 两个概念 而我们把这个国际绿色商品交易所 运营的方法 也纳入到我们宪法里 并且得到了 这个世界资产权局的认可 那就意味着 它的这种运营方式 是我们国际组织的资产权 在传统的 所有的商品交易所 或期货交易所的 他们的资产权 都是美国的 到目前为止 每完成一笔交易 都要向他们去交 大量的那个 就是交易税 完成一笔 你就得要交 这个什么呀 叫知识产权使用费 那么我们 如果在我们平台上 所有的人进行完交易以后 这个所得 这个叫什么呀 就是这个知识产权使用费 是由我们国际组织来收的 那么我们世界国际组织 世界总部设在哪呢 设在中国 也就是说 全世界的人 只要在我们平台上 完成交易 所有的这个使用 这个这个叫什么呀 知识产权使用费 都会落到我们中国 意味着每完成一笔生意 那些钱都是进入中国的 那么我们把进来的 这些大量的钱 把它设定为什么呢 叫绿色基金 然后把拿着这个绿色基金 再会投放给那些 绿色含量高的那些项目 企业还有技术 这就是我们运营 这个契货交易所的目的 一是我在这里面流通的都是绿色产品 第二我把它拿出来的收益 我再去扶持绿色含量 更高的包括企业服务商品技术 包括在内的 所以它的这个操作的领域 非常的广泛 这个广泛 那么范畴在这里面看一下 经过我们国际律师认证的 什么农产品 衣食住行 那就包括很多了 对吧 这里包括SPC ABC中的中小企业产品 刚才我说了 SPC的A是什么 是这个生产企业 B是这个销售企业 C是个人 比如说我做商品销售的个人 都可以参与到这里面来 我那还有小商户的商品也可以 然后绿色这个认证的 什么钢铁呀 石化产品 那肥料等等 还有原材料 也就是地球上有的 所有的商品都可以在这里 问题是必须要达到什么呀 绿色标准要达不到 对不起 你还不能在我们平台上进行交易的 然后还有CDM 就是我们碳排放权 因为我们在 在我们平台上交易的时候 我们不是替您交碳排放税吗 所以我替您交了 在我们平台上 所有的商品就可以直接 完成一笔交易 直接就转换成碳排放权了 所以这样的话 正好对我们这个世界 这个所有的商品 交了碳排放税 你就可以有正常的理由 在各个国家进行流通了 对吧 所以这点呢 大家有一个认识 以国际绿色技术商品 开发设置的什么电力呀 在后面对的什么物流 开发建设宇宙航空 等等等等 我在这里面就不再细说了 也就是说地球上所有的商品 只要经过我们绿色认证以后 就会把您销售的产品 转换为具有碳排放权的商品 这点是我们很难做到的 除了我们国际组织 别人做不到 因为我们这些宪法 是在各个国家都已经进行注册登记后 他们认可的这么一种运营方法 在宪法里面都标注了 所以只有我们能做到 别人是做不到的 然后我们推广这个气候环境 这个交易啊 这个所运营的时候 我们分这么三步骤 第一阶段 B2B网站构建 以及外汇运营 那么我们构建了已有我们经过验证 认证之后的商品 包括技术 在交易之前呢 筹建 我们这是我们国际组织都有的 他有一个宪传网站 也就是说验证认证之后的项目 在这个网站上进行公开 让全世界的人都能看得到 扩大大中小生产者和流通者的积极参与 那么所有的人上了这个平台以后 你的商品就会在全世界都进行了解 这样的话 我们就会怎么样 活跃交易嘛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给他定义的商品交易所 第一阶段 就是把我们验证认证之后 所有的项目产品 对吧 包括服务企业呢 就会公布在我们的B2B网站上 B2B网站 这个网站是全世界各地都可以进行上去浏览的这么一个平台 第二阶段 商品交易所这个构建及扩大 在这里面看到我们把所有的项目必须得到IOWGCA国际标准绿色认证程序的 就我们不认可 没有用啊 这个是我反复强调的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国际标准绿色分类代码和各领域交易 就是每个商品必须得有国际通用的 这个绿色标准的什么样 那个代码 因为验证认证之后 我们国际组织就会给你办法那个唯一的代码 然后呢参与全球各领域的 参与全球各领域与银行可合作的 跟银行的证据公司 保险公司 银行 包括期货公司 外汇公司经纪人等 必须遵守IOWGCA 期货环境宪法国际机构 这个叫什么呀 就是IOWGCA全球银行章程 我们之前呢也有过这个银行章程 绿色银行 也就是说跟我们签订协议以后 这个里面银行 我们的商品 我们的技术在这里面流通的时候 必须得有这个国家银行吗 这个银行必须得是绿色银行 这个绿色银行呢 需要得跟我们什么样 进行这个国际协议以后 就可以把那个银行当做什么呀 叫绿色银行 也就是说 这也是经过我们认可的银行 在这里面流通 所以当我们的浦东银行 进入到我们这个系统以后 它的交易额都在这种银行完成的话 大家看一下它的吞吐量 对吧 资金的纳入和支出 这个量会大大增加 那么这个量增加了 它自然而然 它的这个收益也会增加了 在国际金融产品上 引进IOWGCA环境期货交易法 使用人民币运营 确保我们这个人民币 在全世界储备资金国家的比例 要达到50%以上 这句话呀 其实很重要 因为为什么没细写呢 因为这个比较敏感 比较敏感 在这个我们后边呢 大家我给大家看一个图片 这个大家看一下 叫WSC 我们的主权探币 这是纪念币 这个主权探币 就是我们在这个交易平台上流通的 大家看一下我的这个鼠标 看到我鼠标了吧 大家看一下这个部分 CYN是指人民币的意思 这个符号后面写的人民币 咱们国际组织 把我们的WSC 这个谋定物 等于人民币 大家这一点呢 一定要记清楚 我们国际组织的主权货币 和人民币是一比一 也就是说人民币一元 就是我们的主权货币一元 我们的实元 就是他的实元 人民币无论是增值还是减值 这个这个这个什么 增值还是贬值 他都跟我们主权货币一比一 一比一都是对的 所以大家记住 所有的人到我们这个交易平台来交易的时候 你得把你的国家 你的国家货币得换成人民币 然后才一比一兑换WSC 所以说咱们这个中国的人民币 就会变成什么 世界通用币 所以刚才说了 各个国家的储备量 他能达到50% 无论是企业 还交易平台的人 在来回这个交易的时候 换成他本国货币 必须得先换成人民币的 所以大家想想看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交易平台 一旦开始流通 我们的人民币 就会变成什么样 国际通用币 所以这边 是我们谁都做不到的 咱们中国一直有个这个梦想吗 想把人民币变成像美元一样的 这把国际通用币 如果这个交易所一旦成立了 他这个业务非常 因为这个规矩当中 设定我们的谋定物 主权探币和人民币是一比一的 这个是非常牛的 这是也是因为我们国际组织 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总议长 事先都这么想好 他就会把它变成跟人民币 也就是人民币变成某定物了 所以这点 大家一定 这个就是要记清楚 这个是别人做不到的 只有我们国际组织 他这么做了 也这么流行了 所有的平台一旦开始运营 中国的人民币 全世界就会开始流通的 这个就是今天咱们 这个刚才那个郭议长 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 这个AI标识 就是我们主权探币的这个标识 对吧 在我们WIPO 世界知识产权的局 已经注册登记 申请他用了五年的时间 这个在这里 大家都知道 在世界资产年纪一旦注入了 这个全世界的人 都不能有这个标识 也不能够流通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叫什么 主权探币 只有我们国际组织 他还可以使用 对吧 所以在我们国际组织 流通的所有的项目当中 在我们交易平台上 只要用他来完成的话 你想